相貌比较立体 事业方面还是比较独立 有决断力 说到的事情就会做到 比较适合做生意和创业 给人一种非常诚信的感觉 嘴比较小巧 口才上是能说会道 懂得运用说话上的技巧 目光比较犀利 能看懂别人的内心 彼此财不公的位置 也是可以看到非常高挺圆润 财运是不错的 婚姻感情上会晚于其他人 属于会晚婚的对象 因为事业有成 所以说眼光颇高 我们再看这个 心态还是比较不错 异于常人比较平静 不会表现在面向当中 气界功非常的平和 婚姻的运程是属于上乘 非常不错 姻缘的运程较为幸福 鼻子稍微显小一点 事业上会有一些坎坷 虽然说比较冷静 但是在机缘上 尚缺乏很多的运程 命中彩运是有 但是也有一些偏彩运 但是鼻孔是养漏 会出现漏财的情况 在家庭当中 不建议自己掌管财务大权